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桃园市中路一号社会住宅 从10月份开始开放重迁户来入住 而目前入住率已达到9成了 住宅发展处扣除了放弃入住者之后 已经是依序通知地补 从中路一号设宅开始 设宅冷气家具等标配或是选配家具 都改以租代买的方式 住户享有免费保固维修免烦恼 中路一号宅共有169户 其中18户保留作为警察警卷的宿舍 151户遭租 10月开放重迁户入住以来 目前入住率已经达到9成 住宅发展处和桃园市社宅服务中心 已经开始通知递捕者办理选屋入住 中路一号社会住宅 目前已经在10月底入住 11月1号起寄租金 那目前入住率已经达到9成 那后补户的部分我们也完成了选屋作业 要预计在11月底入住12月1号起寄租金 那目前的中签率是12% 市政府选定了中路一号社宅 如竹一号巴德二号和三号等社宅 开办冷气家具以租代买的方案 由市政府和业者签约 业者提供保固 入住的民众则是享有保养维修的服务 那厂商因为知道我们才以租代买 所以他也不会像以前说 他只要拼得过验收就好 因为后面的修缮都是由他来负责 所以依照我们目前履约的经验 厂商一开始为了避免后面的履修的人力真本 所以他一开始就会拿比较好的物件 来做以租代买 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减少民众的一些 签约的业者负责设备保养维修 入住设宅的民众不必再花钱购买冷气 或者是家具 降低了入住成本 业者为了减少维修成本 也会提供更好的产品 达到住户和厂商双赢的局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